这个算命先生看着眼前之人 眼神细腻的说道 先生今晚三更三十必死无疑 随即便伸手指天 发下重视 如若有错 必自问一谢天下 今天给大家带来老片 包公断其冤 话说北宋年间 兵营县县衙有一位名叫孙文的雅思 为人正直 连结奉公处处为民所想 因此深受当地百姓的爱戴 人称大孙雅思 这日冰阳献来了一个算卦先生 口出狂言 能觉极凶祸福 战天下无学同生 大孙雅思得知此事 于是来到摊前观看 只见算卦先生双目紧闭 口中念念有词 不问五行四柱 能知极凶祸福 大孙雅思见其盛世狂傲 于是上前问道 先生不问五行四柱 生成八字 难道也不看三井五院天地方圆 不想这算卦先生却说道 我睁开眼叫白银无两 围观众人一听 顿时直扎舌头 还真敢要 此时大孙雅思也来了兴趣 立刻说道 如果你算得准 我在家无量 说吧便坐了下来 那算卦先生听完 便双眼一睁站了起来 围着大孙雅思细细的端量了一圈后 却眉头紧皱的说道 客官你走吧 你这挂不算 大孙雅思一听顿时大喜 对着先生说道 你是因为算不准 所以才不敢算 可我们有言在先 今天这挂能算得算 不能算也得算 先生无法 只得将签筒递给了孙雅思 可先生一看 孙雅思摇出的挂签 不禁连连摇头说道 挂箱不好呀 随即台笔在纸上写了几个字 孙雅思看后不明起义 连问此挂主何灾祸 没想到算命先生 异常坚定的说道 此挂主客官的死 孙雅思一听大惊 但随即又微微一笑问道 那么话里说 我想听你的 今年死 孙雅思听完顿时站起身 生气的说道 今天我要是不死呢 算命先生却胸有成竹 客官今晚三更三点 若是不死 我明天在此自问一泄天下 没想到话一说完 刚才还晴空万里的天空 顿时巨变 瞬间天昏地暗狂风四起 围观人群立刻四散而逃 夜晚 孙雅思将白天的事情讲给了夫人 夫人一听气愤无比 大骂算命先生平白无故 诅咒老爷 随即起身就要找他算账 孙雅思连忙将他劝住 笑着说道 夫人不要着急 等过了今晚 明日再找他理论不迟呀 夫人一听也觉得有理 于是立刻让丫鬟准备酒菜 首个通宵明天算账 转眼酒过三巡 孙雅思已是醉意朦胧 于是在夫人的搀扶下回到了房间 扶持老爷睡下后 夫人却在此时心神不宁起来 没想到的是三根三石一道 一声惨叫从老爷房中传出 只见孙雅思双手抱头冲出了家门 转眼来到一座小桥之上 一个纵身跳入河中不见了踪影 夫人和丫鬟见状 不由得痛哭不止 算命先生断言 献雅孙雅思三根必死 不幸严重 雅思晚上果然离奇而亡 第二天 大孙雅思的异地 小孙雅思就哭着向献令报告了这件事 献令听后震惊不已 不禁气愤的说道 言万才能叫人三根死 这算卦的成了活神仙了不成 于是立刻命人前驱 将算卦先生抓来问个明白 却不成想 算卦先生却人间蒸发一般 不见了踪影 如此离奇的案件一出 立刻传遍大街小巷 就连外先生的人们也一轮纷纷 感叹如此未功未名的一个大好人 怎么就突然去世了 此时角落里一个男子听到议论后 联盟起身离开 而此人正是那个算米先生 算米先生回到住处 躺在床上辗转反侧 难以入眠 随即起身写了一封信 偷偷地丢到了县衙门口 时间一晃 孙亚斯去世已过百日 夫人因孙亚斯过世悲伤过度 整日里茶水不思 安身叹气 县里张媒婆见状 于是找来亚斯家里 劝慰亚斯夫人 亚斯虽然一年早逝 但夫人日子还得过呀 还说日后一定给他找一个 称心如意的郎君 夫人听后顿时生气无比 为了媒婆智能矮退 她便佯装答应 但是要满足三个条件才行 一是此人必须和亚斯同性 二是必须要有同样的职位 这第三条便是必须入镇进我家 这三个条件一出 定能让张媒婆知难而退 可是让她想不到的是 时间不大 张媒婆就兴奋的再次找来 声称已找到符合条件之人 此人正是大孙亚斯的异地 小孙亚斯 亚斯夫人本打算再次拒绝 可转念一想 这难道是天意 于是就不再坚持答应下来 时间不大 选了一个几日 夫人就和小孙亚斯拜堂成亲 结为夫妻 婚后两人恩恩爱爱 甜蜜无比 可是此时孙亚斯的丫鬟 看着新婚烟耳的两人 说说笑笑 不禁眉头紧皱 呆呆地看着烛光 眼前却浮现出 亚斯生前教她读书写字的情景 没想到的是 诡异的事情发生了 丫鬟因噪烟过大 突然瞄了眼睛 可当她再次睁开眼睛的时候 已经去世的亚斯 竟然出现在了她的面前 蹊跷流血 不停地叫着她的名字 丫鬟顿时吓得大叫一声 昏了过去 县衙孙亚斯离奇去世 情同女儿的丫鬟 晚上思念过度 竟然看到她的鬼魂 夫人得知此事 对丫鬟的疑神疑鬼 甚是气愤 于是和小孙亚斯一商量 便将她许配给了一个 叫王九的卖高小贩 可是这王九 好吃懒做 凶酒成性 经常喝得烂醉如你 不但如此 王九还经常对她打骂 因此 丫鬟日子过得并不幸福 这天 王九又没钱喝酒了 于是救命丫鬟 去夫人家里去见 丫鬟不怨 立刻又被一顿毒打 被逼无奈 丫鬟只得前往夫人家里借钱 没想到的是 夫人借丫鬟前来借钱 立刻像变了一个人一样 对她冷嘲热讽一番 丫鬟不禁伤心异常 心想 如果亚斯在世 定不会让她如此狠心 想着想着 她竟然来到了亚斯 跳河的那座小桥之上 没想到的是 朦胧间 亚斯的身影 再次出现在丫鬟面前 丫鬟不由的汗毛倒数 可就在此时 亚斯却对丫鬟说道 你不要害怕 我找你是让你为我申冤的 丫鬟一听 心中害怕至极 莲毛说道 深夜你去找直信大人呀 丫鬟却说 县衙阳气太盛 我无法进去 随即就将一个包袱 交给了丫鬟 专业消失不见了 丫鬟回到家中 发现包袱中有一些银两和一封信 只是这信上的内容 却怎么也看不懂 可是当王九听到丫鬟说 银子是大孙亚斯给的 不禁大惊的说道 你是碰到鬼了 可是丫鬟此时 却没有半思害怕之一 他也觉得 亚斯死得不明不白 疑点重重 想到亚斯生前 对自己如亲生女儿一般 最终下定决心为他申冤 可是丈夫王九 此时却说道 你的银子来得不明不白 这封信又看不懂 谁会信你呀 还是少惹麻烦吧 说罢便将信撕得粉碎 与此同时 老县令年事已高 尚书朝廷告老还乡 新县令不多时 便领旨上任 来到冰阳县 而此人正是大名鼎鼎的包枕 包青天 丫鬟一听 立刻就打算前去替亚斯申冤 可是王九却在此时 将他揽下劝说道 新县令刚来 我们不了解他的为人 还是看看再说吧 要知丫鬟申冤如何 请大家继续观看下期解说